什么 你的保费比我低 转到State Farm汽车保险就省钱了 怎么省呢 譬如好学生折扣 没希望 无事故折扣 好耶 我胆大心细又有点运气哦 多辆车折扣 我有三步 优良驾驶人折扣 我就是啊 还有没有啊 总之平均能省480元 太好了 还有多床保险折扣省更多呢 真的 去问State Farm代理人吧 2012年东森新人王的网络视唱 人气王17号出炉 15岁来自纽约的张萱萱 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勇夺冠军 而我是新人造星计划 电视淘汰赛的第二周比赛 将在每期时间22号晚上8点钟首播 尽情锁定 也更欢迎呢 观众朋友踊跃的电话 或者是网上投票 支持心目中的选手 打入新人王的初赛 鬼灵精怪的多变表情 再加上天生甜美的好歌喉 年仅15岁的纽约小女孩张萱萱 以这段优雅美声的网络影音 拿下731张选票 获得网络人气王的头衔 而顺利协助50多位华人选手 参赛的世界新闻网 营运总监高兰欣 在感谢选手热情之余 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这是一个自我行销的网络时代 我是鼓励网络上位的参赛者 不要害羞 要秀出自己 那即使在网络上呢 也要注意形象包装 加上歌艺的整体造型呢 一会就会大大来提高 透过今年世界部落格的强大运作 不只将近50位网络选手的影音和介绍 忠实呈现给网友 再加上联合网络和东森美洲台 共同发挥出五远佛界的影响力 也让纽约地区的市场会活动 和网络流量都再创新高 并且紧密联系起 第二代美国华人的娱乐生活 世界新网是一个新闻跟社群的网站 那也是我们未来 对华人第二代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观众群 我们也希望透过林东森的合作 让世界新闻网在这方面的延伸呢 他们的父母延伸到第二代 服务更多的这个华人社区 而进纽约比赛之后 24位洛杉矶选手 也即将在7月22日星期天 美系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透过东森新闻台 美东台超级台和超市五线62.6台 展开第二集的我是新人造新计划 电视淘汰赛 欢迎观众准时收看并踊跃投票 东文新闻叶红志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